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CC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話題 很多朋友都在想的 就是退休的話題 當初我打算移民來普通牙的時候 我的心態都是想過來普通牙退休 給一個自己好的生活水準 在想我未來如何舒適的生活 這些我也有慎重地想過 不如跟大家聊一聊 在英國退休的生活會如何 或者普通牙的退休生活可以給大家參考的指南 當初我搬來普通牙之前 我本身身體有問題 我才建議考慮可不可以在英國繼續生活 因為天氣非常濕和冷 也很大風 對於我這種有免疫系統 也有病入的人來說 尤其是有風濕病 是頗嚴重的 所以我是不可考慮地 找一個國家有陽光和空氣比較乾的地方 當然這個是天氣和自然環境的因素 不如我們也談談談財政這個因素 好嗎 大家很想而知 如果我們每位退休人士 當然想有被動收入 就可以安享萬年了 未來我們去看醫生 或者入老人院 或者被朋友照顧也好 或者是家人照顧也好 所以要有什麼必須的洗費 有些是不太必須的洗費 在英國來說 不如說一說 在英國退休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選擇 好嗎 可能不是那麼多人喜歡說 關於入老人院 或者要受到醫療的照顧 但這些話題都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我們做人永遠都會經歷到這個階段 在英國所謂的老人院 英國叫Care Homes 有不同的標準 朋友在Care Homes打工 她自己也跟我說過 其實她們的幾個高級 她們的服務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建築物 或者是床是否舒適 或者是設施比較好 但是她們的設施比較好 但是她們的人士 幫你工作的水準是差不多 所以大家真的要深深考慮 不要想著一個Care Homes越貴越好 未必 大家也要看看她們的口碑如何 或者要親身本人去面試一下 大部分 最基本的Care Homes 每一年的洗費 是由27,000磅到39,000磅 不等的在英國 這是很簡單的 所謂Residential Care Homes 意思是在那裡住 這是住的費用 每一年計算是27,000磅到40,000磅 當然還沒計算 有沒有一個專業人士去照顧你 或者有沒有一個護士 或者是一個很基本的看護 可能沒有牌的看護去照顧你 如果需要的話 那個洗費會更加多了 如果需要有人專門幫助你 或者24小時看護 或者需要一些醫務的幫助 可以由35,000磅到55,000磅不等 這是一年的洗費 這個洗費也沒有說到 你是否有自己的房間 或者是跟別人分房 當然很多朋友 或者我們大部分人 都不想住在所謂的老人園 亦都想有一個姐姐 或者一個看護 一個幫手來你家 自己家裡就最舒適了 當然 尤其是如果不需要特別的照顧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自己住在家裡 有人去探望你 這個是所謂的home care 當然你可以選擇時間 因為它算是時中計 它也不便宜 例如幫你起床 一早上下床 梳洗 然後幫你梳頭 或者用洗手間 準備你的食物 以及飲料 記得大提你吃你的藥物 幫你去超市買菜 或者由藥房拿藥過來給你 或者出門 帶你去某某個所謂的lunch club 英國很多教會都會安排 所謂的lunch club 是免費的 尤其是慈善機構準備出來的 每個禮拜 可能每個禮拜 每次出去吃午餐 然後晚上 可能帶你回去睡覺 或者準備睡眠 在京國不是叫care home 也叫home care 也叫home care 有人來照顧你 看你 他們所謂的home care 照顧你的人士 每個小時 起碼平均20磅 如果在倫敦 更加可以近距 可以去到50磅 也可以幾個小時 過來照顧你 有時候 很視乎你住在哪個區 有些地方 NHS會給你一點幫助 一個資助 洗費是多少 費用很昂貴 所以聽見很多英國的朋友 上年紀都說 賣樓來給老人員的費用 他們有限額 如果你想要有政府的幫助 你一定要 你的資產低於23000英鎊 如果你說你有家 自己有家 政府的幫助是非常少的 他需要你自己付錢 很多人在葡萄牙都不流行去老人院 其實葡萄牙在一個國家 非常著重家庭的生活 很多時候都是子女照顧老人家 最多可能搬去地下的單位 子女經常過來探望 不同 英國的文化 大部份到一個年底 他們照顧不了自己 通常都會去老人院 亦是一個文化 不要說見笑 他們通常每一個老人 自己的房子 賣了用來給老人院的費用 在葡萄牙最熱門的 他們的晚年的選擇 通常都是所謂的in-home care 他們在葡萄牙叫in-home care 那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我們說的 跟英國那個差不多 有人過來帶你去照顧你 政府有這樣的服務安排留給你 他也有所謂的津貼 尤其是如果你在這裡交過稅 做過事 他有一個pension 他會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每一位人士 當然有一個費用 他的費用是 平均大概10歐元一個小時左右 有某位人士上來你家 可以幫你打理 如果你真的要24小時照料的話 可以每一個月洗費 洗到五、六千歐元都不等的 當然如果需要一個護士來照顧你 一個很需要醫務護士來照顧你 收費是不同的 可以去高到20歐元一個小時也可以 葡萄牙的 葡萄牙有所謂的day care facility 即是日常去看樂活動的中心 通常是一至五開門的 也通常是慈善機構 會有人幫忙 通常是提供給低收入的人士 Nursing home 好像英國的老人院 通常很多地方都有很長的 所以很多人都排隊等 當然這個排隊等 因為是有津貼的 真的視乎你的收入有多少 這裡都有很多津貼 比英國更便宜 而葡萄牙的手術費也非常便宜 但據說在美國 如果你要換一個HIP 就可以兩萬元美金 當然在英國大部分時候 都是NHS、National Health 他們的國家的康苗 通常要排隊 當然是英國免費 但如果要排隊 排隊的時間可能很長 但在葡萄牙 你可以選擇私家 就算私家的費用 都比英國和歐美 真的比英國和美國 真的非常便宜 大概4000歐元 就可以用私家醫院 做這個 換大家的盤骨 老實說 非常便宜 現在是說私家醫院 也不需要排隊 如果公家醫院 也可以有一個 價值 可以是1000歐元 因為有一個所謂的 進貼 真的視乎你之前 在葡萄牙的人工是多少 他們是好說 你是低收入 中收入 和高收入 我們不要延遲 我們看一看片 就講關於 給你們深入的 看看葡萄牙 或者英國的 養老 我們的費用要多少 可以在哪裏找到 關於老人院的服務 在英國的收費 這個Reach 網站 是很幫助的 由你買一個洗衣機 信不信得 或者是一個電器 你都可以上去看看他們的報告 很多東西可以給你 例如電話 哪一個 board band provider 是最好的 你都可以找到的 買車 亦都可以給到一些 所謂的 advise 給你 即是你所需要的 資訊 在這裏找到的 我們剛才想看看 關於 cost of care 即是英文 cost of care 意思是老人家 當你需要的服務 現在看看 它有所謂的 home care carer 或者 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 當然最好 可以因應你自己 一個老人院的服務 但我是很自立的 我不需要怎樣幫忙 也不需要怎樣醫務 那價錢是多少 我叫ridden king 是中價的地方 亦都不是太貴 中價的地方 亦都不是太貴 那我當是幫我自己找 我有沒有家 你有沒有人跟你一起住 那我就說 有 那我想問你 他在這裏問你 你擁有的物業 有沒有超過 二萬三千 那意思呢 如果是 你有一個 偉伴侶的話 那 這個是你的 分 你那份的 價值 那我就說yes 那我們就看看 他覺得 應該要多少錢呢 就是 通常要入 這種 residential care home 是可以住進去 亦都不需要太多 受到 協助的 老人院的話 價錢 就大概八百多磅 一個星期 那就要四十幾 K一年了 那是因為 以他據他所知 任何人 沒有 一個 經濟 低過 二萬幾的話 如果你是低過二萬幾的話 你可以有到政府的協助 但是你高過他的話 你就要自己付錢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另一個 就是 Lursing home 不同的地區 Lursing home 就需要多些的協助 那我當作是 我自己有一間屋 那 有沒有人跟你一起住啊 有 那就是有人幫你 是不是 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他問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 申請一下 應該是多少錢 這個是Lursing home 需要多些的協助 那就是 例如 有一個護士幫幫你 平時幫你打針 放藥 之類 那 那價錢 就要九百多一個星期 就五萬多一年了 那 真是不便宜的 這個是五萬多磅 那 是啊 你長期下去 就可以很貴的 那 我當你是 一樣的別收 這個是 career 就是有人過來幫你 care at home 出來 你在家裡幫你忙 他就說 價錢是二十一磅